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當你在服從權威的時候 你覺得這樣的人 或甚至你自己 或者你在處在這樣 你這個人要不要為自己負責 那麼很多人就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是困難 我跟你講這是困難的問題 但是是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甚至我跟你講 離開這門課之後 甚至你畢業之後 我會建議你最好把這個問題都放在心裡 人到底要為自己負責到什麼程度 這是困難的問題 這不是簡單的問題 那麼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服從權威裡面 人有這麼容易的傾向 那個奠機時間 60%以上的人會服從 那我在論壇上 我貼了一篇文章有沒有注意到 隱藏在重文章之中被淹沒掉的感覺 沒注意到 我貼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們在課上他有提到那個法國電擊的那個節目 對不對 我是說現在實驗不能做 可是電視台我們管不到 所以有人做 那公視有把它那個完整的 那麼 這個要錄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合法 在YouTube上 我看到然後就把連結上來 那麼 有一些同學看到了 那我底下列了幾個問題 讓你想 那都是困難的問題 那裡面有些同學看了 陳士徹 士徹 士徹們來 喔 這後面 你看到了那片 看完了嘛 對不對 好不好看 還不錯嘛 很精采嘛 鼓勵大家多看 還有楊鴻宇 你也看完了 非常好 士徹跟鴻宇啊 你們兩位都針對這個看完了 然後還寫了很多 鴻宇你也寫很清楚 士徹也寫得很好 那他們真的仔細想 那個影片真的很好 因為他把整個節目錄下來 那給你看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人在裡面做反應 那上次有同學問說 我想了解那個做反應的人的反應 到底當時他們怎麼做 怎麼按得下去 你看那個影片 他整個記錄下來拍下來 但這個影片我還是要強調 這個本身會受到一個實驗倫理的質疑 就是你怎麼可以做這種實驗 那讓人這麼刺激 但是電視台管不到就做了 做了他做了一個這樣的專輯 那我還是建議你去看一看 然後針對這個問題也可以回答 那麼鴻宇跟士徹都回應得很好 當然針對這個問題 有些同學是自己開一個討論串 楊協 楊協 楊協沒來 楊協沒來嗎 點名點到 還被錄影下來 不過他開了一個討論串說 碰到這種權威要你做 然後你又不想做的時候怎麼辦呢 他說我們可以做個事情 比如說他舉個例子 過去有那種東西得桃月邊境的時候 那個士兵下令要開槍 結果那個人他良心不安 不想自己開槍 那上級他開槍怎麼辦 故意打歪 他說我開槍 打不到打不到 走走走 這個叫做 這是一招 就是他也好像不辦服從的權威 可是他也沒有完全做到 因為他對於自己這樣 他覺得自己要負責 所以他不跟你做 我們有時候是這樣 人在面臨服從權威 這可能是一種解法 但這是不是最好的解法 你可以想一想 在中文裡面這種做法叫做 楊奉英維 是不是這個意思 表面上好像服從 底下在做一些 當然楊奉英維 我們通常是負面的意思 他這個地方是有點符合這個情況 你如果去看那個電極秀 他也有這種情況 那有些人他就 他是用電極嗎 他也是一個學生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每次要電極的時候 他到最後他受不了 他就有點暗示 答案是 然後就把那個答案寄得很大聲 就是暗示他 但是因為對方是假造的 所以他還是會答錯 他是有一點楊奉英維 他叫作弊缺填 有時候我們在面對高權威壓力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種方式來 然後又跟我們的良心起衝衝 我們會用這種方式來扭轉 但它是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你可以想一想 長期下來它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我在說這是不容易的問題 但它的確是我們常用的一種解套的方式 然後有很多同學回應 這個討論串 有些同學會說 這個要不要負責 這個有沒有罪 要看情境啊 要看代價多少 這個其實miss question 把這個問題搞混了 我當然知道情境 你如果有一個人拿著槍跟你說 你如果不按電擊 我就把你殺死 那要不電他 要不我死 當然我要先電他 我就是人會顧慮 這個當然是我知道如此 可是我問你 miss question 有這樣嗎 miss question 有那個實驗者 拿著一個槍抵在後面說 你要繼續按下去 要不然我殺了你 沒有啊 那個實驗你隨時要走就走啊 所以你不要把這個無關的問題搞進來 我要問的是像這樣的一個實驗情境中 人要不要負責 代價其實很 miss question 其實他沒什麼代價 你不做就不做 但你怎麼樣 那你說納粹也納粹也代價 沒錯 納粹也金官很有代價 納粹也金官有不服從長官 他可能會什麼 拔接 被降為平民 很少說 很少啦 說你不做這件事情 馬上槍斃 那一下就不服從頭槍斃光了 你如果是戰場上面回頭那個回 可是我們舉的那些例子 像剛剛上次舉的那個 Eckman那個例子 他頂多就是被拔接 他本來很高官 他整個被拔掉 那你說要你殺幾百萬人 跟被拔接之間你做個選擇 你會很難做嘛 你會說這個情形很重要 被拔接啊 你可去殺幾百萬人 我也不要 這樣合理嗎 我問的問題是很明確的 是納粹也像這樣 Eckman的例子 還有那個麥當勞 我之前一開始講麥當勞對不對 那個店長接到電話 他說你說店長說 我不要這樣做 你雖然是警察 但是我覺得這樣說很奇怪 會怎麼樣嘛 他會不會槍斃嘛 所以那個代價是 是沒有大家想像那麼難的 那麼高的 我現場這樣的情境 大部分的時候是這樣的情境 所以不要一下說跳得太遠 我當然知道有些情境很極端 不做就會死 那當然沒話講 你的生命 那當然是對你而言 當然是最重要 這個我沒話說 可是這個我們只舉的例子 通通不是這種情境啊 所以不要搞錯 不要把問題搶得太偏調啦 我要問的是欠在這個情境 你可以再想一想 然後有李睿君 睿君有沒有來 你特別提到一點 我要特別提出來一談 你說對過去的行為 思考是否有罪很不合理 因為過去的行為的人 他心裡可能真的這樣想 這是一個很好的argument嘛 如果這個argument成立的話 我們的法院還要運作嘛 我們的到底想要運作嘛 過去的行為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判斷是非對錯的話 我們在所有事情 都是在事後才能判斷嘛 即使今天有一個人縱火 糟糕 你們縱火 那也是被抓到這才縱火啊 你說他縱火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他縱火的情境 所以他就 沒有錯 沒有罪 然後不用負責嗎 我問的是要不要負責喔 我不是問有沒有罪而已喔 我們說這個人 要不要為他行為負責喔 沒有鬼你們按下電梯 那個人要不要行為負責 麥道羅來接聽話要不要負責 在節目秀裡面 拉下最大的開關要不要負責 納稅軍官為了把這個 這個長官命令然後去殺了兩百萬人 這個要不要負責 你說這個要看當時的情況 他可能當時相信 他即使當時相信 難道他就不用負責嗎 縱火犯說我當時殺人很爽 所以放火很爽 所以他就不用負責嗎 這兩回事 這兩回事 這個限制到你認不認為人有自由意志 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 如果在縱火當時 他其實可以有一個理性的可能性的話 他如果是被人家拿著槍 你不縱火我就把你殺了 那我們說那個是後面那個人要負責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他其實有可能 克制他去做了 他要不要負責 我是問這個問題 所以不要把那個問題扭轉到太偏的方向去 OK 請大家針對問你回答 我的問題其實很明確 在沒有鬼你的時間情境中 在麥當勒情境中 這樣的人你認為要不要負責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情境 我不是講那種極端到一個人拿著槍抵著你 不做就要你死的那種情境 當然我知道情境會影響 這個代價會影響 但是我們講的代價是沒有那麼高的 在這個時候人還是會去服從權威 那他要不要負責 這裡面當然牽涉到 這當然我還要強調 這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 剛剛牽涉到自由意志的問題 我們今天早上普行課才在 上過普行課的時候也知道 剛辯論完自由意志 那場真的很精采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人不是機器人 機器人收到一個指令 這個程式寫進去 然後機器就動 然後就殺人 我們通常不會說你機器人要負責 寫程式那個人要負責 對不對 人是這樣嗎 長官跟你說一個指令下去 輸出指令 長官叫我殺人走過去殺掉 長官叫我殺人殺掉 人是這樣嗎 人應該不是這樣 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意志 就是良知 理性 你自己的 只是有些情境會讓我們變弱 減弱 在我們很累的時候 很忙的時候 長官壓力很大的時候 認知失調的時候 但是這樣就能說人完全沒有良知 或完全沒有理性了嗎 這個問題問你 不太容易 我們在那間社會心理學 常常會念到很多這種 包括我們接下來 其實我們後半學期的課 會遷到更多這種類似的問題 那麼你都要想想看 當我們在學到這個東西 是告訴我們說人就是機器人 所以長官命令我們人 就60%人就一定會殺人 100%人就不殺人 我們是要告訴大家這種事情嗎 還是我們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是為了告訴大家說 你要注意 我們的理智 我們的良知 在某些情境中很容易減弱 很容易減輕 希望你在知道學到這些知識之後 就是你啊 各位同學啊 未來可以預防這個情況 你用你的理性和良知 你可以強化它 可能我們是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而不是告訴你說 我們人就是60%一定會殺人 百分之不殺人 就這樣 所以你不是要這樣 不是把人當機器人看的 了解的意思嗎 你可以再想一想看 我還是說你這是不容易的問題 雖然我現在講得好像很輕鬆 但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還是歡迎大家多多發言 我們在論壇 我在這強調 你要翻過去的題目 在topic 技術都可以 即使是考前的上的課 內容還是可以回應 那麼第一個請你多多回應 自己講 然後以多多回應 然後內容多多充實 不要只是講兩句話 多講你的看法 講越多越好 我們要看的是你的看法 即使你引用別的link 別的文章 別的網頁 你還是要講你自己的東西 我要看成這個東西 然後多跟別人討論 不管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理性的辯論 理性的討論 在我們的forex上面 那麼有沒有任何問題 關於這個論壇 像類似這種問題都希望你繼續想 可以喔 大概從上課 上次講從眾順從 甚至上次態度改變 越來越牽涉到這個社會影響 社會互動的議題 像下半學期的課 大概事情會越來越複雜 跟上半學期只談這個社會認知 已經不太一樣 今天我們要談的 團體歷程 一個人在團體之中 會怎麼樣受到團體的影響 這個其實是社會心理局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章節 我忘了記憶章 它第九章 東西特別多 所以我們今天講 講不完啦 人們事件也有限 我下禮拜會繼續講 我們今天先來談一談 先讓你想想看 人跟群體之間的關係 請問你 我們剛考完嘛 集中考啊 考了很多啊 你想想看 你回憶一下 你在準備重要考試的時候 你習慣一個人讀字念書 還是到圖書館等工作上 我跟群體一起K書 你覺得哪個效果比較好 喜歡自己念書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喜歡到圖書館一起K書的請舉手 請放下 也有啊 都有啊 到底哪個效果好 這個就是一個團體 怎麼影響人的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我們今天也會討論這個問題 好 你有沒有去過一種課啊 這個課要分組 分組合作寫報告 然後最後成績一起算 有沒有去過這種課 有嗎 你喜不喜歡這種課 不喜歡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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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喜歡 大家一起做不好嗎 一起做的話感覺就會有人偷懶之類 怕有人偷懶 這叫freerider 搭便車 他什麼都不做就打我說 我做得這麼辛苦分組很高 他什麼都沒做他也分組很高 這不公平啊 對不對 你都會想別人搭便車 你都會想自己搭便車啊 那如果是改一下 如果還是一樣需要共同合作 但是每個人的分數是依貢獻程度分開計算 這個有沒有好一點 那你會說那怎麼評價貢獻程度 這又是技巧問題 你們自貧 有時候鬧得就不太愉快 這個就是欠到人在群體中 或者整個群體做事 跟一個人單打獨鬥 哪一個效果比較好 這個都是我們這一章會討論到的 我先讓你想一想 這樣我剛剛講了 你覺得 你相信三個臭鼻醬三個一個祖國亮嗎 大家合作 即使三個臭鼻醬 我們也可以祖國亮很聰明 合作我們也可以祖國亮 還是你相信三個和尚沒水喝 什麼叫三個和尚沒水喝 人家說一個和尚抬水喝 兩個和尚挑水喝三個和尚 就你推我我推 你大家都不想抬水不想抬水 結果都沒喝 換言之團體反而變差 集體合作反而變差 還是你相信其合作變好 這個都是我們這一章會討論的問題 然後就剛剛問了 團體合作成果一定比各個別的分別做還好嗎 影響團體合作成果的因素跟條件為何 如果你要團體合作要成功 它有沒有一些條件 這是我們今天會談的 其實跟我們生活中很多事情是相關的 你參想看你參加的社團 參加的群體 都跟你這個有關係 然後我們這張還討論其他的 如何解決團體與人際之間的競爭跟衝突的問題 這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去年那個梅竹賽 群體之間的競爭 結果最後怎麼樣 破局是吧 大家翻桌了是吧 怎麼會這個樣子 其實你可以想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這一屆 這一屆的梅竹賽開始了嗎 還沒有 開始籌辦了嗎 開始籌辦了是吧 如果你是主辦者 籌辦方 你當然不希望破局嘛 但是你要怎麼樣跟對方談判 團體之間的競爭跟合作要怎麼處理 我們當然不希望破局 破局我們就不想跟人家談了 我們去談總是希望合局嘛對不對 可是對方有他意見我有意見 你怎麼樣談 怎麼樣會成為一個好的談判者 這跟今天 這跟這一張談的有關 然後這一張也會談 怎麼樣是好的領導者 一個團體之中一定會有一個leader 不管是特別選出來是無意占產生的 怎麼樣會是一個好的leader 這個也是我們會談 所以這一張談的東西非常多 我們今天大概只能談到其中一部分 下禮拜會繼續談 我們這一張會談幾個要點 第一個我們會談他人在場對行為的影響 第二個了解什麼叫個性肉化現象 接下來林巴爾德摩尼 這個好像論壇上已經有同學提到啦 不過我們這一張會仔細的再談 然後再來團體決策可能產生的盲點 求犯兩難這個團體競爭競爭 東西非常多 我們今天大概只能談前面兩點啦 時間有限後面幾點是下禮拜 下禮拜繼續談 在談這個事情之前啊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概念基本界定 我們一堂可以開始做基本界定 什麼叫做團體什麼叫group group大概我們初六月的分可以分成兩大類 一類呢是所謂的群眾 就一群人聚在一起 它不是屬 不叫 我們不會把它稱為social group 不是social group non-social group 我們只是a crowd of people 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三個或更多的人同時出現在同地 但是彼此少有互動行為 可能都不太認識 然後只是剛好聚在一起 這是一群群眾 它是一群團體 它不是一個social group 等一下我講什麼social group 那你會講什麼是群眾 現實中有沒有例子 我這邊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 一起排隊等車 然後去搭巴士 然後去火車站去排隊 那就是一群人就排在那裡嘛 大部分你都不太認識嘛 當然你如果天天去可能會認識一兩個 可是當上你是不認識 你就剛好群眾聚集在一起 它是一個團體 可是它彼此很少互動 你不認識的人 你很少就開始要打散起來 很少啦 不是絕對不會 但是通常不會 所以你這是一群眾 超長在一起乘跑 你反正就在跑步 然後就一堆人在跑步 那也通常不太認識 還有呢 觀看同一個店 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什麼賣電視啊 一個電視牆 突然那麼緊急新聞 所以就停在那邊看 那就是剛好大家在一起看 那彼此通常不太認識 路人通通聚集在一起 觀看同一場棒球比賽的球迷 你如果自己去參加棒球比賽 一堆人在叫 你也跟著叫 有沒有參加過啊 通常都很high 也就是大部分 你不會全場都認識啊 大家只是剛好一起在看那個 這個棒球比賽而已 好 網路 這個網路現象我之前講過 社會心理學家 現在常常把傳統的社會心理學的概念 只是研究現實生活的概念 移到網路上看是不是成立 網路上也可能出現這種所謂的 就是你都是看一個版面 BBS的Mail Forum版面 你現在去上某個站 現在最紅的是什麼站啊 那叫什麼站 PTT站 一上去 哇 多少人 幾萬人 是不是 剛好都在看這個版 多少人在看 那最紅的 這些人剛好就是一起在站上看 他們形成一個群體 群眾虛擬空間的群體 跟看電視牆有一點像 可是空間很像是實體空間 這個也是群體 這是 等一下我們會談這些現象 是不是也可以應用在網路上 你可以想這個問題 這是很有趣的問題 目前很多人在研究 這個叫做群眾 當然相對於所謂的這個群眾 非社會群體 我們也會定義一下什麼叫社會群體 就相對而言 社會群體就是 三個或更多的人同事在一起 而且彼此有所互動 甚至具有共同目的或需求而相互依賴 跟他不一樣 跟他是剛好聚在一起 彼此不互動 這個彼此不互動 而且甚至可能有共同的目的 要一起追求的 這個叫做Social Group 我們今天會談的是群眾 前面那個 這個Social Group Social Group 東西更多 我們會在下個禮拜談 因為這個地面更複雜 但是我還是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 社會群體包含什麼 團隊 一個team 團隊就是為了特定目的 定期活動或互動的一群人 我們就一個團隊 這團隊真的很多 裡面可以再分 包括什麼 學校社團你參加過社團嗎 社團通常有共同目的吧 對不對 社團通常要幹嘛 每個禮拜或每個月要幹嘛 吃飯 聊天 你們社團不做事 要幹嘛 要辦活動吧 對不對 那社團有時候要什麼 上課是吧 那這是共同目的啊 社團啊 體育隊伍 打籃球 這更是一個團隊啊 五個人都各打各的 每人發一顆球打 不是啊 是要合作的啊 那為了什麼 為了要得分要打贏 網路而且很紅啊 現在不是有那個 那個最近那個打電動 那個什麼東西啊 TPA TPA是 什麼東西啊 很紅啊 他也是個團隊嘛對不對 我看那個電視新聞 好像是五個人還是幾個人 他也是合作嘛對不對 他為了獲勝嘛 要打敗其他隊伍嘛 也是團隊 也是團隊 這是社會群體 還有一些社會團體是正式的組織 有一些團體是更組織化 甚至有法律規章訂定的 具有清楚的結構與制度 一起工作以達到共同目標的一群人 比如說什麼呢 公司企業 公司企業裡面一群人 裡面有職員 然後有老闆 甚至有一些員工 這些他們彼此的關聯 甚至有法律的簽約 這是一個團體 社會團體 機關組織職業工會 學校也是 就是已經更明文化 制度化 法治化的團體 社會團體 裡面人彼此互動啊 甚至為了共同目標 OK 再來 還有 家庭 你跟家人會不會互動 回家講不講話 你們會有共同目標 應該有啦 未來你如果找另外一半也有共同目標 你要繼續把家庭維持下來 家庭是基於先天血緣或法律而建立 先天血緣就是父母親啦 小孩啦 法律就是經過結婚 而形成的關係的群體 家庭呢 三個或更多的人同時在一起彼此有所互動 甚至有共同目的 這個完全符合這個定義 所以家庭屬於社會群體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 我們這個社會心理學 我們不太 我們 在課堂上 比較不談家庭 為什麼 不是家庭不談 相反 家庭太重要了 家庭太複雜了 家裡面的每一個分子 每一個過去的經歷都可能影響各種東西 家庭心理學或者家庭社會學啊 可能 人 要另外開一門課 才能講得完 東西太多 可不只一門課可能很多門課 所以 與其這樣零零三來講一點 我就把這個家庭的部分 謝謝 謝謝 家庭部分我們就暫時不談 但是我還要提醒 不談不是代表不重要 相反它太重要太複雜了 它也是屬於社會群體沒有錯 但是我們因為太複雜太多東西 所以與其這樣子擠一點點我們今天就不談 你要談的可能要另外開一門家庭社會學 家庭心理學來談 但是它是符合社會團體的 到這裡沒問題 我再跟你做說明 我們主要談的是一個非家庭的社會團體 而且今天大概只能談到群眾 社會團體部分是下個禮拜 到這裡沒問題 基本概念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馬上我們就來談這個 人在群眾之中 尤其在一群群體不認識人之中 會受到什麼影響 他人在場 對我們的行為到底有什麼影響 好 這個就是用白話問 有他人在場的時候 我們的行為會表現得更好 還是更差 這個問題我跟你講很早就有社會心理學家 開始想要問這個問題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開始做實驗 那麼有些時候呢 有他人在場表現會比單獨一個人做作業還要好 而有他人在場可以促長我們 增進我們的表現 這個我跟你講很早就有人開始做這個研究 1898年 19世紀就有這個社會學家 當時的心理學家開始做 他是這樣 他是跑去那個海邊 他去現場觀察 然後去測量 那個時候的釣魚啊 很多旁邊有那個兒童 在幫那個釣魚的人捲釣魚線 他會領薪水 那他就去觀察這些兒童捲釣魚線 有些兒童是在一大人面前捲 有些人是在角落邊邊自己一個人捲 他在旁邊偷看 計時 他要看那個 在一大人面前捲的捲兒童比較快 還是在那個角落邊邊捲的比較快 也是在他人在場看的情況之下 他會讓他表現還是變得更差 結果他去測量兒童捲釣魚線的行為 他發現有他人在場的時候 那些人啊 通常比單獨一個人做得還要快 好像他人在場可以增進他的表現 一段人在看他就捲 旁邊的人就慢慢捲 所以有些時候好像真的 他人在場增進我們的表現 很早就有人發現這個現象 那麼這個研究 當然後來很多人重複做 不只是捲釣魚圈 就可能釣魚圈很特別啊 其他事件是不是這樣 事情是不是這樣 很多人做 不只釣魚圈 包括刪去報紙的特定字母 計算簡單懲罰問題 針對這些房子人 這些簡單的工作的時候 當房間中有其他人在場 參與者的成果都勝過單獨一個人作業 很多事情好像有他人在場 爭取我們的表現 但是有些時候 有他人在場可能會讓我們變差 剛才有些同學說 念書的時候我要自己一個人 你可能就是怕說他人在場干擾你 對不對 為什麼會如此 到底什麼情況下會他人在場 讓我們表現好 什麼情況下讓我們表現差 我們要把裡面的原因找出來 好 那麼接下來就很多人開始做這個實驗了 這裡是很早期的實驗 這個實驗很特別 他不是用人做 那時候行為主義還蠻怕他 他是用什麼 他用蟑螂做實驗 蟑螂走迷宮實驗 而且這個人的名字很特別 他很有名字是社會心理學學 這個名字唸 這個很奇怪的名字 很難唸 很有名的社會心理學家 他早期就用蟑螂做實驗 他這樣做的 他讓蟑螂走迷宮 那蟑螂其實不像人這麼聰明 所以基本上一個十字 對他而言就很複雜的迷宮 這個 左邊這個是非常簡單迷宮 因為基本上他就是一條線 他從這裡出發 一個燈放在這裡 蟑螂會怕燈 所以他要跑 跑到這裡來 他就測量那個蟑螂跑的時間 然後旁邊這四個框框啊 放其他的蟑螂 有其他人在場 不是其他人 其他蟑螂在場 跟不在場 看這個蟑螂跑得多快 這個是簡單的迷宮 這個是複雜的迷宮 對蟑螂眼睛複雜 十字型 從這裡開始放個燈 目標在這裡 他到底要轉個彎過去 那麼一樣旁邊有這個觀眾箱 就是可以放其他蟑螂 他要比說有觀眾沒觀眾的時候 是跑得快跑得慢 有什麼意思 蟑螂不是用看的 是用聞的 簡單打個洞就好了 反正蟑螂可以知道旁邊有人在 不是有人 有其他觀眾在場 一個是簡單一個難 結果才發現很清楚的結果 蟑螂在左邊的迷宮中 進行簡單的作業 那麼當有其他蟑螂在旁邊觀看的時候 他完成的作業速度 會比讀字型來得快 簡單的作業的時候 有人他人在場 他完成比較快 右邊這個是複雜的 蟑螂進行較困難的作業的時候 當有其他蟑螂在旁邊觀看時 他完成作業的速度 會比讀字型來得慢 複雜的作業 他人在場 反而讓他表現變差 所以看起來事情的難易程度 是一個關鍵 當然你會說 這是蟑螂欸 人是這樣嗎 後來我等一下會講 人的實驗啦 其實也是如此啦 這是很特別的 用蟑螂做這些造型 這個現象叫做社會助長現象 Social Facilitation 他社會助長講得很簡單 就是兩句話 第一個 有他人在場且個人表現可受評估 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注意它有前提 有他人在場且個人表現可受評估的情況之下 那麼第一點 如果工作很簡單 則表現會較佳 簡單的工作 他人在場會較佳 如果工作很難 工作困難 會讓你表現變差 這個 綜合過去的研究可以這樣講 就跟剛剛蟑螂實驗很像 用人做也差不多 那麼後者這個有時候 書上是把這兩個都叫做社會助長 可是有人會把後面這個特別叫做社會意志 因為他是表現變差 你如果說助長變差 這個有時候名詞上面看起來有點矛盾 所以有人特別把後面這個叫做社會意志 工作困難 他人在場 而且可表現受評估的時候會表現較差 常見的例子就是像這種 你有沒有學過這種課啊 數學課 或者你國中高中的時候有沒有這種經驗 老師要處理到很困難的這個微積分 然後點名啊 誰誰誰上來解 結果你就上去 然後就在黑板上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所有人就看著你在那邊發呆 結果你一回去 好啦 回去回去 一一下頭頭頭頭頭頭就解出來了 有沒有這種經驗 困難的工作 眾目虧看你的時候 你一直緊張害怕解不出來 沒有人在趕你的時候 你自己很容易解得出來 這個是社會 有人叫社會意志啦 或者是社會助長的後半端 這個其實啊 用人做實驗啦 剛剛是用蟑螂 我們可以用人做實驗 他這個是用撞球 打撞球 有沒有打過撞球 有沒有 就是那個拿個桿子打著撞球 他這個實力實驗 他真的跑去那個撞球店 他在撞球場中啊 先從旁觀察區分出新手跟老手 怎麼定義 他先觀察 如果平均三球近一球的人 他說這個是新手 打三球近平均他看了一陣子嘛 如果是三球可以中超過兩球的人 他說這個是老手 換言之對老手而言打撞球 這個對他而言是簡單的 對新手而言這是困難的 可以喔 好 再來 然後他區分完之後啊 就在這些人瞄準的時候啊 故意找四個陌生人 當這些人開始瞄準的時候 這四個人就站上去 一瞄準就站上去 就他人在場在觀看嘛 可受評估嘛 然後再看他這一球打不打得進 就算他接下來這一球打不打得進 這是現場實驗 結果很清楚 如果是新手 沒有人看的時候呢 他進球率大概三分之一 就是剛剛講的 可是一有人看的時候 進球率下降了 如果是老手 老手就是打撞球對他而言是簡單的事情 沒人看的時候大概是七成 有人看的時候還更高 看起來簡單的事情 那麼有旁人在場 而且可受評估的時候 簡單的事情可以增強 困難的事情反而變差 這是用人做實驗結果 那後來有人做其他的注意也差不多如此 可以是嗎 可以嗎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請你撿個頭啊 你說他人在場觀看到底有什麼效果 一個效果很簡單 他人在場會使我們第一個會激動 旁邊有人在你自然就會有點緊張一點點 身體上面會有點激動 然後你常常可能需要保持警覺分心注意在場其他人 假如教室都沒人你就一個人在這邊 隨便做什麼都可以 旁邊有一個人你有時候就要看一下那個人在幹嘛 不認識的人就要看一下對不對 第三個 因為他人會評估你的表現 你認為他人會對自己的行為做出評價 所以你可能會為了表現而努力 但是你這種想法也會讓你造成壓力 而這個壓力一來就可能影響你的表現 怎麼影響 綜合以上因素 對於已經熟練的 也就是簡易的行為的反應可以表現得更好 對於不熟練困難的行為 表現會變更差 所以壓力 這個人際群眾造成的壓力 對我們影響不一定是負面 如果你是很熟悉的東西啊 壓力一來你可能表現更棒 你有沒有這種經驗啊 那個舞台表演有沒有表演過 樂器或者是跳舞什麼的 有沒有參加過什麼這種社團 你有沒有玩過樂器啊 鋼琴 小提琴 吉他 有沒有 都沒有 大學生沒有玩這個 都很認公唸書是不是 你如果有上台經驗的時候 你之前都會彩排 對不對 通常你要上台表演全都會彩排 有時候你覺得彩排的時候 覺得自己練不太好 拼命練 拼命練 你當你練得非常熟之後 你一上台 一堆觀眾 哇 如果你一拉一鼓掌 你一緊張 但是如果你已經表現很 平常練得很充足 有時候你會發現啊 觀眾一來你表現更棒 你會覺得這個人平常跳舞 跳舞或唱歌不怎麼樣 一上台之後表現更棒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事情對他已經非常熟悉了 所以觀眾的壓力讓他促進他 相反的如果你平常不怎麼練很生疏 木一拉觀眾一拉 你反而表現得更差 所以為什麼平常多練習啊 就是讓你變得很熟練 事情變得很簡單 觀眾的壓力反而會促長你的表現 一上台反而表現更棒 是有可能的 非常可能的 可以嗎 到這裡 好 所以回到剛才一開始的問題 關於這個考試要怎麼念書 答案已經很簡單了 如果你對於考試內容已經很熟悉 那麼跟大家一起複習或應考 可能可以提高的表現 因為群眾的壓力 你已經很熟了 群眾的壓力一來 你可能表現更棒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要讀懂很難的內容 對你也很困難 哇 這個很複雜的物理啊 危機分啊 搞懂 你最好自己一個人唸 因為旁邊人一來 讓你壓力一來 一分心你反而更難唸懂 所以到底他人在場 會對你的表現是不是變好還是變差 dependent on 這個事情對你的人是簡單很容易 答案不是絕對的 對不對 是嗎 可以嗎 你這個馬上可以應用啊 現在其中款已經過了對不對 還有情報考 你可以想想看 你知道對這個東西是第一次唸 還是已經唸很熟 了解是嗎 到這裡可以嗎 可以喔 這也很簡單 好 請說 其實其他人在場 但其他人其實做的事情會 其他人跟你做一樣事啊 不講 應該說其他人可以看到你的表現 也不一定要跟你做一樣的事 就你覺得其他人在場 而且他可以看到你的表現 所以你會覺得你受到別人評估 他不一定要跟你做一樣事 對對對 好 那麼另外一個現況叫社會懈怠 這也是跟我們處於群體中有關 所以叫loafing 剛才我們說的是其他人可以看到你的表現 對不對 可是有些情況是這樣喔 你在人群之中 而且你的表現不會受到評估 也就是說人群反而變成你一個隱匿的場所 有這種情況啊 你躲在群眾之中 那麼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你的表現怎麼樣 這個時候會如何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例子是什麼 我們最近好像剛剛比賽的運動會 我看到大家拔河啊 拔河的時候一群人對不對 兩邊都是 兩邊各一群人啦 拼命拉 每一個人出多少例 誰知道 不知道啊 有人把他叫 很怒力 他其實在清晰門門下放水 你也不知道 他有什麼 人群中鼓掌 歡呼呼口號 現在高中有沒有呼口號 好 全校呼口號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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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你就嘴巴張一張 沒人知道 可是誰誰出來呼口號 哇 你喊特別大聲 你在人群中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好像可以藏在群中 你的表現不會受到評估 這個跟剛剛不一樣 這個也有人做個實驗了 他是鼓掌跟喝采 一個人的時候啊 他發出的這個音量的強度 這是聲音的音量的強度 一個人做的時候都特別強 兩個人一起做 三個人做四個人 人越多的時候 每一個人平均貢獻的力量就越來越少 就大家鼓掌啊 我們集體鼓掌啊 然後誰誰誰努力鼓掌 哇啪啪就很大聲 這個很常見的例子啦 不奇怪 這個叫Social Loving Social Loving 其實啊 我們可以再仔細分析 根據過去的許多研究發現 有他人在場 而且個人表現不會受到評估的時候 如果工作很簡單 或你認為結果不重要 這個時候表現會貶差 就跟剛剛講的 混在群之中就打混 打混摸魚啦 Social Loving 意思就是摸魚啦 可是如果工作困難 或結果對自己很重要 而且認為他人會偷懶的時候 你的表現會變好 這個是跟剛剛好相反 那麼後者因為他的表現比較好 所以有人把他後面這一條 這句話稱為Social Compensation 社會補償 跟他一樣 因為他是變好嘛 你覺得協代很奇怪 不過我們書上是把兩個都叫社會協代 這是名詞定義的問題 那麼換言之你在這裡要考慮的東西 會變成這個 評估的焦慮 你有沒有受到人家的評估 跟作業的難度對於表現的影響 因為你在群體中 有時候受到評估的時候不受評估 然後另外一個是難度 難或簡單 如果是簡單工作 你受到評估的時候 就綜合上述 綜合這個Social Loafing 跟這個社會助長 簡單的工作受評估的時候 表現會優於無評估 那麼困難的工作受評估的時候 表現會略於無評估 你如果做的事情很簡單 你在被人家評估的時候 你會表現比較好 甚過於那些沒有受到人家評估的情況 如果結果很困難的工作 你受到人家評估的時候 你會反而變差 別人在看你又很困難 你反而變差 相對於無評估的情況 這個可以做實驗 它是用這個電腦迷宮 這是用人走迷宮 不是電腦走迷宮 兩個參與 不是蟑螂走迷宮 兩名參與者在電腦上解迷宮 迷宮分成簡單跟困難兩種 第一組參與者被告知 兩人表現分開計算 兩人表現分開計算 所以每個人自己表現多少 這個實驗者知道 所以高評估焦慮 另外一組被告知 兩個參與者結果是平均起來計算 不會顯得更加表現 這是第一評估焦慮 大家平均起來 我跟另外一人平均起來 我分數多少沒人知道 所以比較不會有評估焦慮 迷宮一樣分成簡單跟困難 結果顯示解簡單迷宮時候走半圖 這是簡單的迷宮 高評估焦慮組是紅色的 他花的時間 花的時間比第一評估焦慮組還短 簡單的迷宮的時候 那麼如果是困難在迷宮的時候 第一評估焦慮組的表現是比較好的 所以兩個是相反 你看這個紅色藍色這個影響是相反的 所以可以支持剛才這個說法 評估的焦慮跟實驗的難易程度 之間的交互作用 了解是嗎 回去再仔細看 這個地方有交互作用 所以你看看這個紅藍色 紅色跟藍色這個直接相反的方向 好 幫你 Summary一下 剛才講的兩個現象 當你有他人在場 那麼如果你的努力能夠被他人評鑑出來 他人在場被評鑑出來 這個會走社會助長路線 你會分心導致內心衝突受到別人評價 這時候會讓你身體激發 這時候複雜的任務績效受損 有他人受到 有他人在評估你 簡單的任務呢 績效提高 就是表現會變好 這上面這條 我們書上叫做社會助長 那麼底下這條 上菜場 而且你的努力沒有辦法被評估 你可以隱藏表現 這時候是Social Loafing 社會懈怠 你不會遭遇到受人評鑑 然後你會很relax 放鬆 反正有藏在人群之中 這個時候簡單的任務呢 績效受損 很簡單的事情 你放鬆了來做差了 複雜的東西呢 因為你一放鬆 社會中反而表現比較好 比那個緊張的時候好 這個是剛才這兩條 兩個地方 幫你做 summary 到這裡可以不可以 講得比較快 可以喔 這個就是人在 其他人在場的時候 會受到大概的影響 那麼社會懈怠 其實大家發現 這個請你自己看 文化差異 哪種社會中比較容易出現的 你用猜的 哪一種 哪一種社會中 我們說體力主義 個人主義 哪一種文化中比較容易 東亞社會 我們之前講到強調集體主義 重視團體的目標 那麼西方社會是個人主義 那麼綜合許多人就發現 各文化 首先啦 每個文化中都有社會懈怠 這個是人性 只要在群體之中 人都會打混 可是呢 西方社會比東亞社會嚴重 因為我們常常重視集體目標 我們參與的 尤其是社會群體 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認知 跟西方人比起來 但是我還是要講到不管哪一個文化中 人在群體中 只要不被人家評估 通常都會開始放鬆 開始打回魔語 這個大概人之本性 男性跟女性哪一個比較容易做出社會懈怠 純男性團體跟純女性團體 為什麼 什麼理由 什麼理論 個人經驗 那你要depend上什麼團體啊 那有一些人就發現 無論在任何社會中 純男性團體 比純女性團體更容易出現社會懈怠 但是我跟你講 性別差異啊 你它什麼東西可以超級比一比 什麼男女大不同 那些東西都在亂比一通 那你有沒有一個理論可以解釋啊 這個東西自己做出來有差別 反正比在這 總會有一些結果會有差異 但是它是什麼意思 這個 有時候你如果理論不能解釋 你要想看這個差異 是不是真的做得出來 是不是真的做出來的 還是亂比一比出來的 這邊只是讓你想 有些人就雖然這樣講 但是你還是要從理論上面來解釋它 你有沒有什麼理論可以解釋它 我們書上學有一些解釋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道理 性別比較 大家很喜歡亂比一通 可是我跟你講大部分的性別 大部分的比較性別差異 大部分其實沒什麼道理 有些只是剛好做出來 有些抽象偏差 這個是不是抽象偏差 你可以想想 你可以想想這個問題 到這裡可以嗎 這個有些問題就跟你想 這個地方還好 好 下一段 我們把這段講完 請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 這跟sociology有關 如果你可以隱藏身分 做一件完全不會被人發現誰都做的事情 假如你現在可以做一件事情 而且你可以完全抹滅所有的痕跡 你不會有指紋 不會有腳印 沒有人知道是你做的 假設啦 假設啦 但是要實際上做得到 你不要說我變超人這種 可以讓你做一件事情 而且完全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沒有人知道你做的 你心裡想 心裡想就好 想一件事情 你會做什麼事你想一件事情 想好了 好嗎 我只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心裡想這個事情 是好事的 請舉手 好事就是對他人有益 對自己不一定有益 甚至有害的 有沒有 是好事的 請舉手 你剛剛想這件事情 好像類似捐選那件事情 真的啊 捐選你要匿名的去捐 不錯這是好事 好啦 全面有一位 其他大家想出來的好像都不是好事 如果可以做一件讓你完全匿名 不知道誰做的事情 通常我們心裡想的不會是好事 通常 大部分 這個效果叫做去個人化 什麼意思 性質生活中大概沒有辦法 說什麼魔法 什麼那個叫什麼魔戒 什麼讓你消失不會啦 但是有一些情況人可以引力成分 個人藉由匿名或穿著類似的服裝 隱藏面孔的方式 在群體中隱藏自己的獨特性 這個時候 人往往就容易表現出衝動或偏差行為 這個現象叫做去個人化 這有一點像是隱藏身份 跟說Lofin有點像 隱藏在這個群體之中 那你說這件生活中有這種例子嗎 給你看個例子 這個什麼 3K黨 美國大概在1920幾年啊 1924年的時候真實事件 一些白人穿成這個樣子 完全穿一樣的服裝隱藝身份 裡面有些醫生律師很有名的地方人士 但他就誰都不知道誰這樣 然後幹嘛 半夜把黑人抓出來打殺放火 做這些事情 他只要隱藝身份 什麼事情都可能做出來 去個人化 就把個人的特性隱藏起來 還有這種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 恐怖分子 有人說特種部隊 恐怖分子打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打恐怖分子 他們就打來打去 然後都穿這樣 全部穿著這個迷彩的 然後戴上頭套 然後全身戴著手套 完全不知道誰是誰 這有什麼效果 完全不知道誰是誰 當你開槍殺人的時候 你會更不猶豫 下手更狠 有人會說 老師啊 戴這個東西可以擋太陽啊 我知道可以擋太陽沒錯啦 它不只擋太陽效果 它可以隱藝身份 你這個東西一戴上去之後 沒人看到是我 你心裡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刀子插下去 不知道是誰殺的 反正大家都一樣 下手更狠 這個是可以看得出來具體的現象 所以很多時候恐怖分子是這樣抓 特種部隊也這樣抓 因為他們下手要夠狠啊 還有這個 這是卡通 卡通裡面的壞蛋也常常是蒙面 不知道誰是誰 那下手就更狠 這是卡通啦 你可以想想看現實中有什麼其他例子 這個 這個 OK 讓你自己想 這裡面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那麼處在匿名的群體中 會有什麼效果 不容易被指針出來 而且降低自我察覺 所以會降低對行為責任感 你馬上可以想一個問題 區塊的話會不會出現在網路上 網路 網路不是完全匿名對不對 你可以查ID什麼 查IP啦 那ID可以查得到 那你至少ID大家分得出來 你知道有些那個網站什麼BPS上面 它是完全匿名 Anomeless發言通通匿匿名的 你可以去觀察那裡面的混亂的現象 可以到你更匿名化 如果你現在常上BPS如果變成這個樣子 你會想想看會變什麼 就是完全更匿名化會變成什麼樣子 什麼言論會跑出來 你有沒有見過什麼 網路鄉民是不是 最近好像有人說我是鄉民什麼東西 不要以而傳而 那個是宣傳的手法 你有沒有看過什麼叫做網路鄉民在起哄的現象 有沒有 沒有 它是不是就趁著趁著趁亂之中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誰是誰 開始亂吵一通 亂搞一通 非常好 你有經驗 有看過這種經驗 不是你去鬧 你把它寫在我們論壇上 你在網路上有沒有遇過謾罵攻擊或騷擾 突然來一個什麼水球什麼 這很奇怪 在網路這種半逆 它不是學習的 半逆環境中 是不是可能出現這種區個人化的現象 使得人做出一些衝動偏差的行為 這個留給你想 你如果任何想法 或你碰到類似的情況 觀察情況你可以寫出來 我們剛剛講的社會心理學應用在網路 這個空間中是非常紅的議題 你常去的網路論壇討論群或網路遊戲的環境 是否具有容易產生去個人化現象或條件 你分析看看 當然 你認為你有什麼辦法可以消除這個問題 如果你覺得這是一個問題的話 留給你想 我們的論壇是匿名的嗎 不是嗎 還好啦 是有名字的 我故意的 因為匿名起來那個就很奇怪了 好啦 最後啦 但是有些時候去個人化也可能讓人 更加順從所屬團體規範 因此表現出來的行為 不一定是全是負面反社會要視團體規範 這個通常是社會團體 如果你參與的是一個彼此互動 有共同目標的團體 那麼你在其中 你可能反而會順從這個團體的規範 例如我舉個例子 現在大學沒有制服 高中有制服吧 有沒有 你會穿著高中制服 跑去什麼生涉場所 不是生涉場所 娛樂場所 比如說裝球店 電動玩具店 會不會穿著制服這樣進去 會啊 就你一個人 會不會打出來 對啊 你為什麼 大部分不會啊 你穿著制服代表什麼 你進了這種地方會破壞什麼 破壞效率是不是 你有沒有考慮這個 你穿著制服 有些地方你就不太想去 不太敢去 或不太願意去 換上便服你就去了 換言之 這些東西是一個 好像社會認同的東西 跟社會團體有關 我們下個禮拜會再來談這個社會團體 就是你曾經參與互動有共和目標的團體 這個現在是更複雜的現象 我們下個禮拜再來 還有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電影啦 有沒有看過啊 V怪客 一堆人穿著一樣的衣服戴一樣的面具 他們要幹嘛 好像去革命 革命去殺人放火 這個不知道什麼是壞事 你自己想 不過我們想現實世界 你有任何的例子 關於這個匿名化虛言化例子 歡迎你寫在我們論壇上 我們下個禮拜再來 音樂 音樂